各位您好 今天是小滿 2023年5月21日 星期日 今天是小滿 小滿者物至於此 少得盈滿 這個時候夏業作物的子栗 開始飽滿 但還未成熟 所以叫小滿 又未到大滿 氣候特點就是 小滿正值5月下旬 天氣越來越熱 雨量也漸漸增多 香港的平均氣溫超過26度 生活的養生描發 設計下不坐牧 減滿之後 盡量少坐戶外的木耳 由於天氣雨多 露天的木耳會因為雨水和曝曬後 遺散 遺散發潮氣 如果坐在上面太久的話 會很容易誘發皮膚病 痔瘡 風濕和關節炎等 如果想稍為休息 如果想稍為做休息 可以加一個墊在木耳上 第二 設計貪涼 飲冷 氣溫雖然不斷升高 但切物貪涼 飲冷 否則很容易損傷脾胃 導致腹痛、輻射等症狀 也不要赤薄貪涼 非但不涼快 反而容易吸收熱量 會感到更加滿熱 第三 就是增酸減苦 小滿時 是容易誘發皮膚疾病的節系 例如風疹、濕疹、汗斑、香港腳等 所以在飲食方面 少吃農利的食物 辛辣肥膩的食物 以免生濕、濕疾、濕疾、加重 或有發皮膚病 飲食調養 以清爽、清淡為主 例如赤小豆、二人、冬瓜、青瓜、西瓜、山藥等 小滿又可叫做小得如滿的人生境界 立後過後 小滿偏偏而至 小滿吻含著中國傳統哲學的智慧的哲氣 說文解字講 將滿自色為營滿 有充滿飽滿足夠之意 小滿顧名思義 有著滿而不足、滿而不形的含義 物勝則須、物極必反 是古人對天道的理解 都是分界後代的哲學 尚書、漁書、大漁、莫、雲 滿、招選、謙、壽益、史乃、天道 《紅樓夢》第十三回裡 呈秦可興、死前 和王熙鳳託夢說 常言月滿則規水滿則益 有道者 登高必跌重 由此看來 小得如滿才是人生的好境界 小滿志氣的名稱由來 是與農作物的生長形態有關的 三禮二中若 小滿為中者 物之生長小得並滿 故以小滿為名也 月令七十二後集結 雲 四月中 小滿者 物至於小 得迎滿 小滿是夏季的第二個節氣 同時也是萬夏的第二個節氣 這個時候農作物小有收穫 北方的地區小墨要等到夏孰作物正式 至粒冠章的飽滿 章熟未熟的小得迎滿之際 所以稱為小滿 中國天氣二十四節 中總業是清明和谷雨時 往往是一年之中 風最大的時候 到了納夏和小滿的時節 春風就漸漸停止 老人的羊花和柳水都不再四處 飄飛 大自然沉淨下來 夏日的鳥魚 替代春日的風聲 小滿時節 除了東北地區和青藏高原之外 中國大部分地區都 刀物後意識到夏季 農作物生長旺盛 墨浪泛金 流花似火 到處一派欣欣向榮的初夏風光 為男子講 滿無也 陰筆太粗 太粗正月律也 粗之言陰衰揚發 慢慢蓄地而生 小滿時節農田管理十分重要 既要防漢也要防大風雨 大漢則擦殃困難 大風雨則異史下作物 浦湯 南風的龍焰賦予小滿以身的如意 小滿不滿乾釣田吹 小滿不滿蒙種不管 小滿 這裡的滿形容的是雨水的盈和規 龍人認為小滿時田裡如果蓄不滿水 就可能造成田吹乾裂 甚至亡種時無法災拆水道 從納下到小滿是作物種植時節 俗語有魂納下到小滿 種什麼都不滿 小滿正是適宜水道災插的季節 因此很需要雨水 又俗稱納下要下小要小滿要滿 江南的蠶香還有小滿凍三車的文件 小滿時節 蠶簡成熟由塞子封城 水田管理等龍士一起上手 螺絲車炸油車水車齊動 小滿生產繁茂可見一斑 由此在小滿時人們不歡迎親戚來訪 湖北地區就有小滿立下到小滿 親家來了都不管的文言 曼夏四月 新詩行將上市政治喪事最為繁忙之際 青家陸有記載小滿摘來蠶虎主選 致車螺絲昼夜操作 為了祈禱養蠶有個好修成 蠶虎都會拜一拜蠶神 工賞酒水、鮮果和豐盛的菜顏 相傳小滿為蠶神丹陣 江節一帶 私業發達 往往要演 仇神戲 稱之為小滿戲 興建於杜光年間的江南聖澤 私業的仙蠶子內 尤其熱鬧非凡 子內足有氣流可用萬人觀戲 各有戲班輪回燈台 連演三天 但這個戲也是講究 不可以與詩 不可以與死 即是怕神怪 也為了自己 討過長歲的少頭 至今中原地區還保留 小滿趕集的傳統 稱之為小滿妹 小滿會在小滿當日 或錯後的一兩天 這一天的市集熱鬧 圈天 彷彿在莊戒人的嘉年華 對於農村孩童來說 可以在小滿會的集 始終風跑 閒桓和熱鬧 這個可以前著大人買玩具 小食 火燒 油條 花 米糰 水煎包 胡椒湯 糖 胡蘿 那些小吃灘兒 這個是小朋友關於小滿會的童年記憶 大人眼看就要賣力氣收墨子 也正時趁著小滿打打牙膠 解解慘 小滿是香情香味的大賣場 有種子 有籠具 有生厚 也有即將派上用場的消化肉品 規模大一點的小滿會 還會搭戲台請戲班 可以熱鬧熱鬧看大戲 小滿會也似乎是默修之際的一次戰前總動員 割墨子、菌墨子、屯墨子的木、巴、黏刀、藍框、比奇機、網繩、捐席紛紛登場 雖然大型收割機取代了傳統的墨修農具 小滿會也逐漸失去了自扮農具 備戰墨城的功能 但她依然是一方水土的節氣習慣 小滿有三後 初後苦塞瘦 二後匪草死 三後墨抽滯 小滿之際正是苦塞之凡業務之時 顏事加訓書證紀錄 苦塞生於寒秋、京東、歷春、得下乃成、一名由東 葉齒虎巨而逝 斷之有白質 花黃齒谷 所在有之 小滿前後正是吃苦塞的時之 周書有小滿之日苦塞壽 苦塞是中國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 苦塞味今中略大苦 苦塞 可炒、食、或是涼喚 美時珍稱它為天香草 本草綱目 既若久服、安心、益氣 輕生、內老 是明代的救荒本草 苦塞的吃法是彩、苗、葉、榨、熟、用水泡、浸去苦味 淘洗淨、柔鹽、調食 以後非草死 意思就是 細緣的草在強烈的陽光下開始膚死 禮記的月靈 若草之之葉而匪世者 在禮記集的若 凡密感陽而生則強而立 感陰而生者則猶而非 三後墨下秋至陳浩在禮記集 說中秋者百谷成熟之期 始於時衰下於墨則秋 故雲墨秋 初夏是墨子成熟的季節 而秋天是谷墨成熟的季節 因此古人也稱初夏為墨秋 宋代 夠準有一首詩 夏日 離心秒秒 詩遲遲 深遠無人 柳自水 日暮長浪 聞煙雨 輕看微雨墨秋史 古人認為小碗三後有著象徵意 日周書時分解 苦菜不受 前言人潛伏 匪草不死 途中道賊 默秋不至 視為陰緣 意思是如果苦菜不夠開花 準確 若然人潛伏未出 若肥草不敷死 若然國內道賊萬難 若然氣候不便 若然人潛伏不出 若然人潛伏不出 若非草不敷死 若然人潛伏不出 若若非草不敷死 若然人潛伏不出 若然人潛伏不出 因此,小滿既是一個節氣, 也是一種青瓦而靜,和潤而為的心態。 物以小熟,天味大熱,此時正是享樂生活小滿足、小確幸的好時節。 謝謝。